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做某班學生家庭狀況時 有如下的結果 第一個 有哥哥的人就沒有弟弟 那我P假設代表有哥哥這個敘述 Q代表有弟弟 R代表有姊姊 S代表有妹妹 那有哥哥就是P 有哥哥的話 則沒有弟弟 沒有弟弟的話就是非Q 有弟弟是Q 那沒有弟弟就是非Q 第二個 他說沒有哥哥的非P 沒有哥哥的 則他有妹妹 有妹妹的話就是S 第三個 第三個 他說沒有姊姊的 有弟弟和妹妹 沒有姊姊的 就是R 則 有弟弟和妹妹 弟弟的話是Q 而且妹妹 有弟弟和妹妹 妹妹的話是S 那由此可得到下列哪個結論 我們看看A選項 他說沒有弟弟的 沒有弟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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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則有哥哥 有哥哥的話是P 好 我們看看能不能推到這個 我們看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把它反推過去的話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沒有 沒有 沒有弟弟的 或 沒有什麼呢 沒有妹妹的 則 則 他 就有姊姊的 有姊姊 好 這句話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沒有妹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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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姊姊 有姊姊 是這樣的意思 這兩個會是等義的 我們怎麼看 就是說 P 或Q 可以推出什麼 如果推出R的話 那這個等義的話 什麼意思呢 他的等義就是說 這個 P P 則R 或者 什麼呢 Q 則R 這樣子 那 為什麼 我們可以 什麼呢 這跟什麼 等義 灰P 或Q 灰P 就是P 或Q 灰P 或Q R 這個東西 這可以寫什麼 什麼呢 這是 灰P 且 灰Q 或Q 或R 這個 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連擊 對交體具有分配命 所以就是 P 或R 且 Q 或R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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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若P 則Q P 則R 而且 Q 則R 所以 這兩個是等義的 所以我就可以推出這個 因為這個是 或 如果 P 或Q 則R P 那就是 P 則R 或Q 則R 這樣子 好 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能不能推出這個 來 灰Q 則P 有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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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的話 又可以推出多少 這個可以推出多少 這個可以推出什麼東西 灰S 灰S的話 推到 這個 P 就是灰S 可以推到什麼 推到P 所以我們有這個結論 就是說 沒有妹妹的 他會有哥哥 或者 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什麼結論 會Q 則R Q的話是弟弟 沒有弟弟的 也會有姐姐 就是說 沒有妹妹的 會有哥哥 嗯 弄錯了 這是R 這是R R的話是姐姐 沒有妹妹的 一定有姐姐 沒有弟弟的 也一定有姐姐 只有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米亞 所以這是 沒有這樣的推論 有妹妹的 沒有哥哥 有妹妹的 就是S 有妹妹的 沒有哥哥 沒有這樣的推論 沒有這樣的推論 再來 C 沒有哥哥的 沒有哥哥的話 他就會有妹妹 沒有哥哥的 有弟弟 這個也不是 這樣看D 沒有妹妹的 有姐姐 沒有妹妹的 有姐姐 在這裡 所以這是對的 沒有妹妹的 會有姐姐 好 以上結論 錯了 這個有選項 這題 答案的話 選D 我們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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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